2019年玉龙亏损超过244亿元 今天召开了股东会 小股民是真的很生气 只为日龙集团董事长严陈丽莲 不过全场的股东会 严陈丽莲只淡淡的坐着 听着完全不回应 全都交给专业的经理人回答 招牌白框眼镜 搭配黑白相间的娃娃领上衣 严陈丽莲精心打扮 二度坐镇股东会 面对股民激烈发言 依旧淡定面不改色 玉龙公司的股本也才只有 只有157亿多 244亿多 那等于是一个一倍半的 这个亏损的股本 议程进行不到一半 股民忍不住起身怒轰 因为玉龙2019年 营收达到302.62亿 净损达244.65亿 是67年来的最大亏损 严陈丽莲只用四个字来回应 自主品牌的发展 必须务实转型 台上信心喊话 但台下股民速度起身 罚言之一 但不到公司直写 还拿出76亿多的大笔资金 要与鸿海合资电动车事业 对郭老板我是一个 相当不太信任 怀疑的心态 对于我们这个技术平台 有所帮助吗 策略发展跟终极计划 我们会在Q3公司成立之后 进步来跟大家说明跟报告 而股民忧心的 还有着玉龙城到底盖不盖 玉龙股东会上的另一大焦点呢 就是先前传出要喊卖的玉龙城 不过你可以看到后面这块土地呢 目前是已经在动工当中 搭起了层层钢架 而惠中呢也是再三强调 商业区的计划一切如期 正常股东会几乎是有问必答 但谈到最敏感话题 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推出中国市场吗 严陈丽莲停顿一下 没有多做回应就转身离开 如同他面对玉龙一波未平 一波幼奇的挑战 恐怕也是有苦难言 东路森台电新闻 我们配于杨昭台北采访报道 未经许的选择 苏 我们下期再见